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梁晏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和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由音乐家 指挥家 教育家 杨洪年教授创办的 中国交响乐团 附属少年及女子合唱团 被誉为世界三大同声合唱团之一 35年来 合唱团足迹遍布亚 欧美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先后荣获30多项国际国内比赛大奖 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青年音乐英才 在这背后 有着杨洪年与家人 35年如一日的爱与奉献 今天的乐园同心特别节目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 同声音乐之家 天色渐满 中央音乐学院的小白楼排练厅里 传出了乐耳的同声合唱声 中国交响乐团附属少年 及女子合唱团的孩子们 为了参加10月中旬的 中国合唱指挥大会 正在专注地排练着 正在台前指挥的 就是合唱团的创建者 今年已经85岁的杨洪年教授 这次他们请了中国10个 最优秀的合唱团去表演 那我们只有做得更好 大家一定要从内心 要是感到谦虚 要去向别人学习 对于小团圆来说 这样的演出机会 将成为他们童年时期 一段美好的回忆 而对于杨洪年来说 同声合唱这件事 他一做就是35年 1983年8月 当时的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 计划创建一个高水平的 少年合唱团 文化部要求中央音乐学院 派专人执行此项工作 因此这个重任就交到了 时任指挥系教授的杨洪年手上 我说一年要达到北京的最好水平 两年是国内的最好水平 三年四年应该是接近国际水平 它是个美欲教育 要体现一个国家的 一个美欲教育的水整 必须从孩子抓起 1987年 合唱团第一次走出国门 参加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 第三届国际同声合唱节 就在于而归 获得了最高鉴赏证书 35年来 合唱团的足迹遍及欧亚美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先后荣获30余个国际奖项 为祖国赢得很多荣誉 同时这个大家庭也见证了 五千多个孩子的成长 我们这个团出了作曲的博士 指挥家 国际国内有名指挥家 大剧业家 音乐学家 大体精演作家 几乎在中央音乐选的 几个关键系的领军人物 都是这个和尚团出来的 陪伴这个大家庭 一同成长的 还有一个小家庭 合唱团排练时 指挥常常是父子齐上阵 负责钢琴伴奏的任务 就交给爱人唐重庆 和儿媳妇姚岚 我们家很有趣 我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 我老爸是首十大音乐学院的 钢琴教授 还当过八年系主任 我儿子也搞了这个事 我们全家都利用了业余时间 做这件事情 一做就做了三十五年 我觉得可贵的 没有任何人强迫我去做 它是一种自然的传承 杨洪年的儿子杨丽 是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 担任合唱团的常任指挥 毕业于德国斯图加特音乐学院的他 是中国第一位卡拉扬奖学金获得者 父亲年迈后 他接过合唱团指挥的重担 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合唱团度过的 其实这个团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就包括我个人的艺术 因为你这个真是从德国回来以后 你记得来了很多东西以后 你再看到我爸排练这种指挥上的魅力 和以前的看是不一样的 有个地方崇拜太阳神 那个地方不是 要崇拜我神 下你的神 这个作品就在包装一二 没有这些 非常单狠的地方 我们的小女孩 他就在幻想 然后大一样 男女艺术 我最近是什么 道派 所有的艺术 尤其是合唱的艺术 他到最高的境界 演唱的是文化 是哲学 是修养 这是最高境界 所以我们孩子 再难的作品 到他们 你只要一稍微讲解 他们就知道是什么 一变就下下来了 但我是觉得这个当中 一个人境界太要紧了 排练前 杨红年会把排练的重点难点标注 也会时常跟儿子进行 艺术上的切脱和交流 他今天排完了 他按他的机会 排得非常好 我中午把要排的东西 我写出了 和他完全吻合 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不是正确的 这个作品核心是什么 这些地方琢磨得很激进 让杨丽记忆犹新的 是他出国留学那段时间 不管工作多忙 远在千里之外的父亲 也会抽出时间 和他进行专业上的交流 我92年去了德国 那我差不多96年 才有电脑吧 所有东西都写信 我爸经常就是给我写很多很多的关于乐曲的分析 细致到每一小节 看到这些东西你会有很多的启发 你完全想不到的角度和深度 就看到另外一种音乐了 除了一周五天的本职工作 杨丽几乎每个晚上和周末 都会来合唱团指挥排练 他说 他在父亲身上学到的最大的品质 是对艺术事业的执着 执着 你在他身体极其不好 就是那个病状 他就指于长期是在那种状态下 我们年轻人都听不过他 他工作的时间一天16个小时以上 你说一般人真是也不行 他是太酷爱了 年纪大了以后 他老说我时间不多倒计时 他有一种紧迫感 他想再做更多的事 如今杨丽的儿子杨慕林 也加入到了合唱团的大家庭中来 除了参加合唱团的启蒙班 爷爷和爸爸排练时 他也在一边旁听 从他两岁半的时候 我觉得所有的人问他 就说你们家都有谁呀 说我们家有爷爷奶奶 然后外公外婆爸爸妈妈 张拓哥哥 顾奶奶小姨 还有物业姐姐 还有就是 他说的所有的家人 实际上就是整个合唱团 当然可能不一定 每一个合唱团里面的团员 他都认识 但是这个办公室 这所有的人 他都认为是他的家人 从他两岁半开始 他就这么感觉 所以给我感觉就是说 合唱团就是家 家就是合唱团 这两者是完全分不开的 这是一体的 谢谢 谢谢所有的小朋友 我生下来 就是为了音乐生下来 也为了孩子生下来 所以不会后悔 在内在内不会后悔 所以这个事业 是靠大家来做 靠一个人是不行的 靠一个家庭也不行的 靠全社 要靠有良知的艺术家来支持 爱与奉献 这是杨红年在建团之初 就为合唱团建立的宗旨 35年来 杨红年一家 就是用这样的爱 陪伴了5000多个孩子的成长 用奉献 诠释了专业艺术教育工作者的 责任和担当 期待这样美好的家风 通过纯净 如天籁般的童声合唱 播撒到更远的地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更多精彩内容 你可以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文化时分公众号 请不吝点赞订阅